哈哈哈 哈哈哈 金珍菇的 ASM R 愛我別就如 大家好我是韓國A 金珍菇今天要吃的是 現在在韓國非常非常流行的 一個日本的 它就是很像葡萄一樣的 它就是很像葡萄一樣的 那我們要怎麼吃呢 就是要用比較煎的東西來搓它 然後吃裡面的Jelly 這樣子可以這樣子 很像TangTangBull一樣 然後他們它價錢超級貴 一包啊一包是800多塊 所以我吃一顆就是吃千元的意思 超貴的 為什麼這麼貴 我們來吃吃看它 有那麼好吃嗎 真的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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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厚重的葡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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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像史萊姆一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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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喔 它的口味就是一般葡萄的味道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因為它一旦割到不니까 一旦再補充的那種感覺也不錯 然後這樣打開 殘餘的味道 我覺得它超級麻煩 因為真的超級黏 應該會是媽媽不喜歡的那種Jelly吧 媽媽不會讓小孩吃的那種Jelly 蠻好玩的 iks� 我來靠養不好 學見了嗎 Siddy 我都要煮了 我都要煮了 這裡是一個 為什麼會有風光 但小孩吃起來很危險 太大了解 會很危險 哇 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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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真的它蠻好吃 但是真的太麻煩了 而且它很貴 所以應該不會有第二次了吧 哈哈 哈哈 那你其實可以試試看的那種 因為現在畢竟在韓國蠻流行的 所以可以試試看一次 第二次就沒有了 我現在的房間到處都是 土頭之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買來試試看 但是我建議不要用土錢 你可以用更尖的 partner 或者是那種東西 那今天的ASMR到這結束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ASMR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